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生活在物质主导的社会中 很多时候我们眼前只会看到金钱和利益 我们会忘记人生意义 甚至有些人会将一些道德标准抛诸老后脚 所以我们现在打开报纸 看到越来越多的新闻 都是报道一些无良心的商人 将一些有毒物质加在一些物品上 今集的《商游深深》 我们就会有唐忠信师傅 跟我们谈谈一些无良商人 究竟他们的面相会否有什么特征 还有有良心的商人 他们又会有什么面相 好了 唐师傅 刚才我们说到很多现在的人 会无良心 甚至将一些有毒物质加在食品中 不管别人的健康 其实这些面相无良心的人 看不见得到呢 我们说商人 商人赚钱是正常的 赚多点赚少点也是一个程度问题 但如果听Amy说 去到罔顾他人的健康 只是为了自己谋取的人 这个面相应该有一些特征 我们会知道 不一定是从商的 任何行业都可能会有这些人 不过他做商人的话 他的产品的覆盖层面大 害得人更多 所以我们可以在箱上试试研究 究竟这些人是什么特征 首先这些人不一定是样子不好 因为他在未被发现之前 他为什么会这样做 可能因为省钱 希望把利润催谷大些 所以他有一个 金钱上能够拥有的面相特点 首先我们说是骨煮桂 肉煮腹 他会比较 看上去好像很富贵 表情很丰厚 在面相上的肉煮腹 这是一个特点 第二个他要聪明 因为做这些 不会是蠢人可以做到的 我们经常听人们说 老千计需要狀元才 否则普通人都想不到这些 想法去做什么 这些是一种很严重的 损人利己的行动 所以我们会看到 他的眼神是一种类异 那个类就是暴雷的类 不是眼泪的类 或者是一种狠心 一种类异的样子 可以看到的 在我的眼神表现出来 还有我们会留意到 他可能的神是不能保持的 即是突然间的光会比较盛 突然间又会没有 那会不会俗语所说的闪缩 也会的 但有些他未必是闪缩 只不过光的光芒不能保持平衡 代表他心有时会想一些事情 跟常人有意 或者包藏着什么和心 还有一点比较重要 因为我们现在说的程度很大 它是伤害社会大众 对吗 他伤害人谋取暴利 一定会有一种 暴起的面相看到 然后很快的转接 立即暴跌 如果有这个突征体 我们可以假设到判断 他可能重伤的时候 会否做些什么 对公众各方面有损害 从这几方面我们可以观察到 即是说到在一些食物中 加入一些有毒的物质 一个牵连最大的新闻 大家应该都记忆犹新的 就是一个毒奶粉的事件 即是很大件事 是,就发生在中国内地的事件 我们就看看这个无良商人 可以这样称他的面相 这位商人田文华 他是奶粉制造商 因为在奶粉加入三罪清安 最后在他66岁的时候 被判刑事拘留 我们看看他的面相 有没有刚才师傅 你刚才所说的那些特征 这是第一个特征 我们就看到他面相很饱满 看来好像老闆很有钱的特点 不是清秀 不是以骨为主 是有肉的 这些是很多做商人的特点 很多都有 他就很突出 但有一个缺点 他的肉就不够实正 比较浮 当然这也跟年纪有关 但我们也会看到 什么叫浮 有些不够紧致 鬆弛一点的感觉 这不是因为年纪的 而是整个面相 还有我们要用眼神 我们在这张照片 我们不太看到他的类意 但看到他的神 有很多东西在策划 或算计中 也是聪明的神 是一样的 拳臂 我们说的税数 上、中、下、三庭 最好就是这个 中庭之下 对了 中庭之下 这些 也不是一出身 就是富贵之家的相 中庭、拳、鼻 都是可以配合到 坐到这些位置 也不是普通简单的人 他过了六十岁 过了六十岁才有事 基本上我们上中下三庭 下庭已经列入晚云 以前的人是短命一点 由五十岁开始 即五十岁走人中的时候 就是拨进去 这个晚景的范围 但我们看到 到五十岁 它乘回上面 其实是乘不到的 这些位置 反而很大的特点 就是拳臂 和上顺这些位置都可以 只不过 在晚景才来衰 很大的特点 就是嘴 嘴唇很紧 收得很紧 比例算小 是的 比例不算太小 但是收得很紧 就是一个不得开阳 就是向内收 还有下面这些位置 这些位置不静 就是下面这些位置 就是下面这些位置 很突出 很突出 一位成功的人 他由高峰 差不多跌到谷底 就是那个落差是大 要有这种感觉 就是很突然之间 就跌了下来的那种感觉 就是这位女士面上的很大的特点 除了中国内地这个有毒的奶粉事件 是很举续的之外 是的 在台湾也有另外一个事件 大家都引人注意到一件很严重的事情 就是这位的台湾商人就是奶俊杰 他原本就是生产一些食物的添加剂 但是在里面他用了一些 我们都听过了 素化剂事件 也有名 用了这个素化剂 代替这个中腩油 就严重伤害人的健康 甚至可以致癌 到他57岁的时候 就被判了这个有期徒刑18年 我们又看看他的面相 是否符合这个无量商人的特点 那两个 一位男生一位女性 他们都是所谓我们叫做无量商人 影响社会大众 无独有偶 他们的夏婷也是很不靓的 是的 就是比较明显 我们普通人不懂看面相 觉得他们零零零零零去到那 就好像收缩 而且两个嘴都好像很紧 是的 这个就明显它是小 就是我们男士 用一个樱桃小嘴的样子 就是向内收 而且一样夏婷 下巴这些位置也是这样的达点 这个有点不同 就是眼神的泪就很强 这个看到了 是的 不知道是照片的问题 总之是很不友善 是的 角度不同 但是你这个神表露出来 是多是少的 也感受到 一样她的聪明 一样是看到的 还有她有成功的特征 但也有一个很大很快 成功完之后失败的转裂点 就是上庭中庭和下庭 她现在最主要是来到这个嘴开始 已经是有事了 也不用等到六十岁之后 除了一些贸害社会利益的商人之外 其实还有一种商人 也是无量的 不过就是对自己的员工 说的是富士康事件 大家都听过 是一间手机代工的工厂 但她对员工非常苛刻 令到2010年的时候 相计有十几个员工自杀 因为工时太长了 有太多一些不合理的规条 甚至乎要签这个 不自杀的承诺条款 很过分 对 从她的面上 又能看到这位 富士康的郭台铭先生 他为什么这么无良心 从这张照片上去观察到 这位是一个很典型的商人 她对员工有要求 其实很多人也是 但问题是她的要求 过分也很重要 这个我们从她的面上 看到最突出的就是对眼 她的眼神 让我们感觉到 她是比较自私一点 小器一点 为了自己的利益 是她付出的每一分钱 要得到超越她付出的回报 要拿凸 不是拿凸 不是拿凸 是拿凸 然后她才觉得有价值 所以促使她做一些 如此无良的行为 但跟我们刚才说的 那些不发商人 对社会大众有害 也有少少不同 那些是她起了 接着她就下跌 就是从云端下跌到地上 但是这位先生 我们又看不到她 有这么转裂 突然之间 好远之隔 就下跌的状态 就是说她的行为 虽然被社会大众所不认同 但是未必对她本人的生活环境 她的财富有什么的损耗 所以变成了 我们看下庭 我们只是说 是否也看不到她 又突然之间向下跌 立即有很大的差别 那个像 基本上她上中下三庭 都比较均匀 纯粹眼神 这些人比较自私笑气 这些人 她开心 都未必要你开心 她不开心 你都没有口吃 就是这样的状态 其实社会上 除了很多无良商人 都有一些有良心的商人 下一节拍下来 就和大家 介绍一些有良心的商人的面相 待会见 通天地 展现中华文化 发扬道教思想 要重温到通天地 节目内容 可以登入 www.taoist.tv 虽然社会的环境有时是非常困难的 尤其是做生意 但有时在这些困难的环境 仍然有些人是会坚持着这个 道德标准 有自己的原则 去憑良心去做事 师傅 我们又看看良心老板的面相 有时跟着的这一位 就是中国内地的一个 早餐店的老板 就是刘洪安先生 他坚持每一天都要用新鲜的油 来炸这个油炸鬼 就不会重复地去用一些油 不健康 大家都称他为良心油炸鬼 是赞赏 是的 的确实成本是会高了很多 但他依然坚持这样做 真的很难得 他的面相 我看到他为何这么有良心 这个面相 首先我们说了所谓有良心 就是他希望赚钱之余 甚至不赚或赚薄利 去为大众的利益着上 他要有一个情怀 反映在他的面相上 他比较柔和一点 眼神又比较慈和一点 是一种热情 一种热成 让人们感觉到一种力量 我们也可以在这位老板 感受到这件事 但这有另一个特点 是 特点是 很多人觉得 我也跟观众说过 是一种不平衡的心态 什么是不平衡的心态 这位老板 他其实是两只眼 眼型和眼神都有大出人 是不相同 用不好的形容 叫不平衡 如何去界定不平衡 做好事还是坏事 就似乎神 神禍 不平衡就是 做一些普通人不做的事 即是做超人 对 没错 你可以做奸人也可以 那些神 我们就是说那些无量的商人 有时候说了 就要被他暴雷 自私 那些就是为了自己 选择人 选择人离 但这些神是和 有那种热成的话 他这种不平衡 就做了一些 别人不做 我觉得我这样做 是很… 就是这样的倾向 所以凡是 我们看到这些 不一定是坏的 那决定就是 对眼神彩 我们最重要是看神 对 刚才说没有良心的老板 也是说最重要的是神 对 真的很原谅 我们看出来 行照也看得那么清楚 说到良心商人 除了内地有之外 香港也有这些良心商人 说的是深水堡的 一个萧纳店的老板 他非常好 他虽然自己也不是赚很多钱 但他坚持在现在的物价里面 依然是维持着二十元 可以有一个三送饭 甚至乎那些饭 是有鱼虾蟹的 不只是肉和菜 而且每个月都会派一次饭 给一些老宿者 而且如果你是失业的 你说自己没有钱 去到他家店吃饭 他会跟你说 你不需要付钱了 你将来有钱 你才会付钱我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良心商人 他的面上有没有那种不平衡 这个跟正华那位 做普通人不做的事 那个时候有少少不同 当然他也是做一些 一般老板也很少这样做 是 算好自己的荷包 荷包碰了 然后再想其他东西 他似乎不是 超过了一个正常老板的所作所为 为大众服务 他一样看到他的眼神 他的两只眼神绝对是相同的 都是表现出一种坦荡、热情 去行动那种表现出来 不是一个很富贵的老板的样子 当然我们都看到 是吧 但问题是他肯这样做 都是因为他的神 他整个面型都是比较开阳 比较是 虽然没什么肉 就是肉与库 但也不会被人觉得 就是很 很支支计较 很试困 完全没有这种 一般老板的那种款 所以他又会做一些 比较出格的 而是好事 我们都可以感受到 这个是比较明显的 这些老板 刚才对现在这一位 跟之前那一位 可能因为他们 其实赚取利益 就真的最低最低 他希望能够 令大众也可以有一些好的食物 所以变相的面相 就没有了那种 好像成功人士 很多肉的那种面相 真的 真的 但是另外也有一些 就是成功的老板 但相对地 他们也重情重义 但又赚到钱 就像这一位 就是一位海味店的老板 他推出了 非常有人情味 30年了 他还没试过裁员 今时间 他仍然可以在货商旁边 跟员工一起吃午饭 真的非常难得 这种 这种 我们开手说的时候 面型比较柔和 是吧 他作为一个老板 这些老板 真的很难找到 最主要就是我们的眼神 他又不是很热情 不是那种 但他觉得那些神很和 完全没有一种正常商人的精明过念 计算能力很强 不去是那种表现 整个照片 看上去 这些老板很容易接近 很相遇 甚至是 你至少要求他些什么 可能他都会答应你 心肠比较圆 幸好上中下庭 全部都成不了 就算他做了这么多 对员工有益的东西 未必是等于损耗了自己的福分 利益 这个我觉得也挺好的 还有你看到他的鼻子是否正裁 好像很丰厚 是呀 他是一个比较有钱的 级数的老板 所以他一定有级数的 面相上的特点 就是浴风 不是某个部位 是全部的 这才是什么 就是可以维持到他 他长期在一个阶层上 去活跃 而且动荡性就不强了 就不会说 大起大落 或者有什么 他就很柔和 很平均地一步步 我觉得挺好的 这些很舒服 嗯 除了有人情味的老板 另外跟着梁森老板 也是一个挺特别的老板 他很多时候都会 很鼓励他的员工 留很多空间给他们 最重要是他觉得员工一定要安心 有自信和荣誉感 即使员工做错事 都不会随便去骂他的员工 也都非常重视一些优异的员工 是 那么重视员工的表现 不是表现好的 是他们的健康 各样东西 这种老板的面上 有没有什么特点 在这里提到 这个是聪明智慧型的老板 看上去 他本身是自己有一定的 人生或者工作 理想 很多的体会 他也愿意跟他的员工去分享 是智慧型的老板的样子 他自己有智慧 我们看到这位老板 你看他的额多高 高阔 不是有钱的问题 还有我们的额高主致 如果大家记得 额闊主致 额闊主致 这个完全符合 又高又闊 是吧 是的 大家可以看到 这张照片很达出 你记住眉眼 拳臂的全部都能承上去 一个阶段 一个阶段 而去到下面 他的照片 他现在正在笑 但就算不笑 我想他的嘴也不会小 应该是吧 很开阳 很开阳 很阔落 那种乐观 那种愿意跟你一起 一起分享那种形态 很明显 而最重要 他的眼神 给予我们的感觉 他又不是一个慈和 又是一种智慧 而是希望可以将他 了解的东西 就告诉你 也不是一种纯粹是 传授 我告诉你 你就要做 而是一种啟发 这些老板也是很难找 除了他对你好之外 还要给到一些东西 员工可以发挥 有空间 他本身要有智慧 是的 要有胸襟 智慧在额上反映出来 胸襟在他的眼神 和他的嘴型表达出来 作为一个酒店董事长 大商家 很少见的 可以这样去对员工 其实很难得 很难的 是的 跟着来 有一位会计私楼 事务所的老板 浦锦文 他也是对员工非常好 他主张不让员工超时工作 零OT 基本工时是朝九晚六 甚至有时会说 在工作时间内 跟员工打羽毛球 因为他相信要有健康的身体 才可以令员工 有更加的工作和生活平衡 还有如果有份工作很赶 他会宁愿不接 不赚这些钱 让员工多些时间 回家陪伴家人 真是非常好的老板 我们看看他的面上 有没有这种良心老板的特征 他的面上 跟郑郑有些完全不同的表现 他这种对员工的关怀 我想是一种经历之后的体验 然后跟员工分享 因为我们看到这位老板的面上 他也不会一开始就很顺风顺水 陷着人士出生 应该不是那种 自己也经历过一些风浪 生活过一些 打过工 折磨 反复、挫折 在家庭的感受和感情上 他经历了这些不好的事情 他自己康复的时候 他觉得自己要珍惜 他又希望自己的员工也可以珍惜 所以他将这件事的经验分享出来 跟这些智慧型的分享有点不同 他将自己感受到的东西 觉得好 他又会告诉员工 黄雀 其实都会在后面 看着他准备 将他捉成这个食物 其实反映到 一些无粮商人 他只顾眼前的一些利益 一些外在事物 看来好像得益了很多的利益 但其实最终可能 都会伤害到自己 相反一些良心商人 你可能会觉得 他为什么令到自己的利益 那么少 但其实他得到的更加多 因为是一种满足感 和变人的尊重 好了 今集时间差不多 下次再跟大家见面 拜拜